高峰會友 以為攀登牛市高峰過程中 會聚志同道合好友 共同測局 破解股市謎題 借助香港製造的平台 會聚各界專業投資專家 前來互動交流 分享心得 既能幫助觀眾於牛市重臨前提前部署 制性善機 主持人Alan Wallace Hello 又到今個禮拜高峰會友的時間 我們今個禮拜有嘉賓就是輝高 輝高上幾集都來過 不用多介紹 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市場放完中秋節回來之後 回了一點點 之前三天升得好 今天很奇怪 出現一個很大的轉向 訊號 尤其是今天最明顯 一開始的時候氣勢如同 直接衝上去 大家都以為一定會破24,000 誰知道 今天都重成交 另外一個很奇怪的訊號 就是今天發覺北水 忽然間來幾天 來一下 根本好像不來 上週有來的 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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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著余額的軌道 因為通常 北水余額 之前幾次都很明顯的 就是直線斜下來 不停地很穩定地流進來 今早開市頭15分鐘都是 慢慢下 今天究竟是30億40億還是50億 誰知道結果到9點45分開始 就已經上升了 中途雖然有多少錢 但是最後收市的時候 發覺也是 一億的流出 沒錯 今天是一億的流出 就是這個 購買了已經是 不知道多少日 最少那天都有20億的 淨流入 結果今天就不單止沒有淨流入 還要淨流出 一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看得到 因為下來的錢 我們現在猜測 淨資主導 當然你不可以 這麼簡單地說 全部錢都是淨資 很難 不過起碼都是公務基金 公務基金 或者長倉基金 因為買的手法 每天都很穩定 每天去買 每天買一個穩定的量 然後分開這麼多日去買 而且買東西都很固定 而且很大隻 你會看到他們心目中看來 目標價可能是短期 24,000左右 因為都不是第一次 這次就算上次是 上次就是剛好 24,000就回 一樣 那時候又是 南下的資金 又是開始減少 縮住 不買住 很正常 你覺得他們是有一個命令 要在哪些位置 慢慢去儲貨 如果你真的 因為今天升上去 那一刻又不是他們會推上去 對 純粹一開始 但是大家看到 昨晚美股上升了百多點 今天大家很興奮 浮合 覺得沒有加息 有些人的確是 雖然我們一向強調 這次的重點應該在日本 不是在美國 不過的確有一堆錢 是因為 美國害怕 美國會加息 而在消息出來之前 就先沽了貨 然後看到沒有事 然後又衝回去 又去賣 又有這樣的動作 那是為甚麼 今早 其實也有些驚訝 可以這麼短時間 衝到超過24,000多點的水平 都合理的 你去度假他們便會沽 是屬於長廠基金的做法 反而 但是也有些不好 變成大家 心理阻力以後 就去了24,000多點 因為 你也知道北水兩次都試了 在這個位置開始減少 或者停了 沒有怎樣賣 是的 變成唯一會賣的錢 一向是說兩邊錢的 另一道錢是外面進來的 外面進來的那道錢 你至於看資金流入 沒有怎樣停止過 即是流入Emerging Market 那些錢 就算是上星期的 weekend那份報告 即是再對上星期 資金流入是沒有甚麼停的 還有你再看 MSCI Emerging Market 對MSCI Developed Market 仍是一直在升 也不見是因為 因為央行的動作 而導致 當時我們有擔心過 會不會因為擔心亂住局 又或者擔心日本央行做事 而令到那塊錢 是流入來慢一點 或者是沒有流入來 那鬆錢就沒有發生 你唯有當那塊錢 要買甚麼就繼續做 但是那塊錢來講 買的東西 又跟A股他們的選擇有些不同 可能是買一些 A股 買一些Yield 那類型的東西為主 稍後也會講一下 日本央行的意識聲明 有甚麼意義 我覺得 可以Alan簡單地講一下 其實今個星期的重頭戲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兩間央行的意識 其實大部分的結果 都是大家所預料的 即是日本繼續減 美國就不加 唯一不同的 唯一大家有一點驚訝的 就是日本央行那個 即是不加不減 不繼續放水 亦都不收水的情況之下 就做少少的調整 那調整呢 就在Yield Curve那裏做一些調整 大家知道 因為之前他全世界放水放得太厲害了 所有錢都放進去的債市 無論是短債、長債 都好 就全部的利率走到差不多零 那日本的十元期 國債已經穿了零 就很久了 而今次他 即是 意識之後的聲明 就其中一點 就是決定干預這件事 干預的方法就是 釘死日本十元期國債 就那個 知識率在零 那裏 意思就是 若然 息率再跌穿零 我就出來沽 沽到債息 就去零 那裏 如果你的十元期國債的知識率 去到零 那裏 那裏長期的國債 就應該有機會上去 那裏 那裏那條 支出的曲線 就變得斜了少少少 由之前 就平得來向下 那現在呢 就可能斜得來 那裏長期的那裏 正常高一點 那裏短的那裏 那裏呢 就 那裏 其實就已經負了很久 那裏 日本的國債 從頭都是央行買的 那央行不會在 那麼負的情況之下 再去買 因為如果你 你負利率的情況之下 你去買的話 那裏那裏 那裏馬上就立即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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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 我沒有留意中途是否穿過100元 但就由10-101的位置落到100元 今早試過Yen去到101也試過 突然強調後就接近100元 是的 接近100個位置 可以在市場投票 因為日本央行出這一招 之前我們有預期過 即是將Operating Twist 沽短買長的東西 反過來做 沽短買短 他想做的就是Yield Curve可以斜一點 因為經濟學上 Yield Curve可以斜的話 應該會有通脹 如果越長短 譬如說20-30年期 他今次說不動 你20-30年期 即是不會再買 你不會再買 市場力量 如果是不貪 少少零點多的 理論上應該沽出來 應該會導致腰會斜 又有通脹預期 原本這件事應該是結果 即是有通脹預期 才會導致肢食率曲線會斜 但是他現在就 我做給你看 將目標做出來 但做出來會不會導致真的有通脹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今次是第一次 原本我們都很關注這件事 我覺得畢竟是 這麼久以來 央行第一次 有這樣的新發明 做出來給大家看 而最主要 Alan之前也說過 其他央行是否跟進去做呢 跟不跟進去做呢 就很視乎 其實主要是說美國和歐洲 但美國有一點 美國一定不會跟進去 美國就在收益 但歐洲跟不跟進去 歐洲跟不跟 就視乎日本這樣做有沒有效 第一天出來 你見到他的確是銀行 保險 也有升的 股市反應是OK的 是升了4-5% 那是OK的 第一天的反應 但第一天的反應 但他們受惠 我認識的 日圓都約到102.多 那一刻就反映了 市場是順利的 覺得新招 以色出之前 以色出之前 之後 你之後是升到102.多 日圓 就是中午出了 下午就一直升 之前也有 因為102至100G 之間有彈 有彈過 有彈過 開會前有彈過 剛剛沒有開會前 然後又再彈 你當作是短期投票 覺得順利 但看好之後 可能好像 看好之後 沒有加到放水 好像沒有增加到放水 雖然年期拉長了 其實不單是沒有加到放水 因為很明顯大家都相信 收了少許水 你進入日本收了少許 美國不動 你便會導致日圓 日本收了少許 美國不動 美國不動 對 所以你反映在外匯市場 結果 入日圓會更強 反映 反映 都能見到這 但我覺得 以上這堆東西 很難會短期內 會有一個結論 究竟 人們覺得這一招 對日本來說 或者對全球來說 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變了一個爭議 挺大 我想短期的爭議 會是挺大 這就密切留意著 其他央行的反應 即使沒有新的政策出之前 看看人們出口術 究竟是偏向哪一邊為多 因為自2008年 美國QE開始 環球的央行 就出現一個挺大的改變 那trend一直到現在 就是大家鬥放水 鬥放水的效果 大家知道經濟學常識就是 你一間央行放水 你擴大自己的貨幣基礎 最直接就是導致你的貨幣貶值 貨幣貶值 對一個國家來說 其實在貿易上 是具有幾大的優勢 所以你看到國際貿易 經常的爭議點 都是你指責其他國家 在這裡操控貨幣 但其實明隔人都知道 實際上 所有國家都在操控自己的貨幣 操控方式就是 央行透過貨幣基礎的增減去做 2008年之後 單一趨勢 就是全部一起減 就是全部一起加 全部一起放水 美國商業 對 全部一起做的效果 橫觀來看是零的 這個我覺得有點像 在商業上打一個減價戰 就是單一我減價 你不減價的時候 我的銷量會有很明顯的提升 但如果大家一起減 其實 效果變成零 從銷量上來看 不過 對於打減價戰的各方 你有說 是有幾慘的影響 會有幾慘烈的影響 從某些國內的零售品牌 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總之大家一起貶值 沒有客人 所以各個央方來講 大家很難看 一起不貶 這個難定 這個有趣 反而你可以看一下 這幾排 除了看外匯 除了看日圓之外 我們其實看得多些 因為這幾排 有幾位我們去炒開 做BuySite那邊的朋友 其中一條非 我們非即是投資的主意 炒非呢 炒人仔升還是跌呢 暫時是看長線人仔會跌 但很有趣 這幾排 李克強出來說 中國沒有意欲去 軟值人仔 去促進出口 但他這樣說 自從英國脫歐 那時一開始 人仔就一下子 順勢地 扔了一段 這樣 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所有國家 所有國家的政治人物 和央行人 在位那些 他口裡一定是說 他不敢說自己是 我是不會透過貨幣 或者我不會操控貨幣 我也不會透過貶值貨幣 去促進出口 但為何這個結論是售人民幣呢 反而是 我們反而是覺得 我們在技術層面來看 我一直以來 其實由一月 索羅斯劃沽的時候 我都覺得人仔要跌 我會看看中國的決定 他的貨幣政策 是怎樣決定 首先第一 他年初的時候 開始去 減色鋼筋 任何事情 我曾經說過 減色鋼筋 如果不配合人仔變質 其實效果沒有用 我當時就 conclude了這件事 所以覺得 人仔長遠是要變質 但是 那時候 為何不變質 是因為第一 索羅斯和所有投機者 就說 我們一起沽人仔 找一筆 第二就是 那時候 幾乎 插人 這兩樣的信心危機 就是如果 中央 那時候再去沽人仔 所有事情都會倒閉 就是信氛迷機會就會出現 還有那時候渠道封得比較緊 是的 但是 反而有趣的是 過了熊市 然後穩定了 脫歐之後 是 每個人在看歐洲那邊很差的時候 是突然間 中央來趁機會 去做一個人仔編席 然後沒有人說他 沒有人跟風 投機者沒有人去沽人仔賺錢 現在創新梯之後 你是投機者 你不敢再沽下去 你可以透過貶值 透過人民幣貶值 這方面賺錢的工具是有限的 亦有限的 反而 所以來說 如果 他當然 他在今年做了很多事情 中央 他誘惑對美元 去對一籃子 即其他貨幣 這樣加起來 其實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 他是用一個 有點像什麼呢 像 改 一些計算方法 去令到 GDP上升 他現在是用一些很計算的方法 掩飾著他 接下來想做的事 我會覺得 人仔 有些人會 開始說 有些人會問我 人民幣 是不是應該值得長 可以買一些 那些 我反而覺得 在現在這個時候 可以看好一些 我會覺得 人仔長遠會跌 但是 你說沽人仔 是不是有 仇呢 可能很緩慢的下跌 我會覺得 說說人仔這件事 最近 大家都留意到現象 是離岸的人 真的 這個 現在又回到一些 但是升上 回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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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時候 其實有幾個解釋 就是最簡單 顯錢的解釋 就是因為要夾 在這個 入SDR之前 夾這個人仔的 在離岸市場 但是 但是其實人仔 沒什麼動過 這一輪 都有動過 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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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奇怪 原因就是 離岸在岸的 價格出現過 倒掛 這個就很久 都沒試過 就是這個 在岸價 是便宜過 這個 離岸價 是的 這個 某程度上 反映了其實離岸 入人民幣的需求 在短期內 會有一個上升 在岸還是離岸 離岸 離岸 外地投資者 可能因為這個SDR 而所以 去買少許人民幣 配合這件事 都有看過 那些行的報告有提過一個解釋 為何一個拆式抽升 解釋為 因為 你剛才說 入SDR那件事 的確是有些央行 也好 或者有些國際投資者也好 他是提早買了一些人民幣 放在offshore 市場 就存在了 但是 他們可以買當然買offshore 先 因為你不容易有途徑 直接一打打下去 onshore買CNY 拍到CNH 但CNH方面 你可以買的產品 新年來都是點心債 也是那些 但其實今年issue的新點心債 不多 量不足以吸納這塊錢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 打上來地 而最近開始的渠道開放 可以將離岸的CNH 搬上去做CNY 所以導致了 香港的資金池 近來再縮多了一些 而是因為有一部份錢 就是上去 上去 其實是有好處的 因為原本是想著 長線投資長線的資產 配置為人民幣 你沒有必要放在香港 你放在大陸 那些債息會更加高一點 選擇又多一點 年期又更加長一點 你可以讓你買的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導致香港人民幣的資金池 縮小了一些 而導致賊息又斜高 當然沒有東西是唯一的解釋 對 關於這方面 除了剛才說的兩個解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個解釋 同一時間發生 導致渠息 忽然夾高了這麼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這個話題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好 cence Etina 1 4 3 4 4 1 4 9 1